欢迎大家收看由小枫教授网推出的账号安全与社会工程学系的教程 我是陆贤草 今天这一课我们来讲一下防范账号泄露之钓鱼攻击 那我们接下来的课呢会针对这个账号泄露去做一些交流 进来呢大型的社交网站的防范意识逐步提高 比如说我们这个QQ啊知乎啊Steam啊 他们对自己的这个用户的账号安全其实是做的越来越好了 但是那步伐分子呢就逐渐的把目光转向了安全意识比较薄弱的用户本身 钓鱼攻击呢就是比较容易中招的一种 包括在现在的话我也经常看到空间有同学这个中招 然后是和他们交流他们就会说这个 说这个就是点了某个网站然后自己把账号密码输进去了 导致这个账号泄漏 那它这个形式呢包括但是不限于这个钓鱼网站 钓鱼钓鱼软件以及钓鱼邮件 下面我们就注意的来看一下 首先是这个钓鱼网站 钓鱼网站呢通常是指伪装成银行及电子商务的网站 主要的危害呢是窃取用户提交的银行账号密码等私密信息 那钓鱼网站它通常是伪装成我们比较信任的网站 比如说这个大家熟悉看到的我们的一些游戏的抽奖 它会告诉你说你中了什么什么奖 然后让你进去领取这个生日礼物 但是你进去之后会发现它这个页面和当前官方正在做的活动页面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看URL的习惯的话 那么你很有可能就会直接把你的账号密码输进去 第二个就是这种页面 他们都是这个比较正规的这种活动页面 但是等一下呢我会用这个一个set工具给大家演示一下 所有的页面都是可以被克隆的 所以你不要就是光看页面觉得它没问题 就觉得它没问题 那么那这些钓鱼网站呢就是一种网络欺诈行为 是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 仿冒真实网站的URL地址以及页面的内容 或者是利用真实网站服务器上 程式的漏洞在网线中插入危险的HTML代码 这个就是我们的XSS 以此来骗取用户的银行账号或信用卡信息密码等私人资料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相对前面来说它都是比较高级的一种 我举一个例子 只是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它这个QQ它存在一个XSS 那用户呢它这个不法分子它就直接利用这个3w.qq.com 我这样拿这个记事本写一下吧 它就域名真的就是QQ.com 然后它这个比如说随便写一下 随便写一下 ID等于它这个后面插入了一个JavaScript的代码 然后它让在这里面把它跳转到它自己的一个钓鱼网站 然后它让你去访问的 它会把这个后面当然编码伪造一下了 然后它把这个链接发给你 你去点击的时候你会发现 哦这个好像真的是QQ的页面啊 但是其实你去访问的一瞬间 它会给你跳转到它自己的一个 一个构造好的钓鱼页面 然后让你去输入 所以你第一眼看上去没问题 但是它可能当你输入的时候 它已经跳转到它自己的这个钓鱼页面了 所以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 你会发现这个片数真的是层出不穷的 还有就是一些恶意的购物网站 那比如说现实抢购秒杀 这种其实中年人会比较容易中招 那对于我们的话 经常上网的一些朋友来说 可能是像这种游戏网站 危害更大 注意啊这些钓鱼网站 都是你自己把账号密码输进去 然后它存储到后台了 并不存在说什么你种木马了呀 被钓鱼了呀 不是被钓鱼呀 就不存在你种木马 或者是浏览器本身的一些 领带造成的这个密码泄漏 而是你自己输进去的 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那你看它这个进去之后 它会让你登录 登录的话 它这个框也是和腾讯一模一样的 但是你注意看它这个 network里面的一个分析 看到它这个request的url 它这个就是它自己的 什么lualulub.php 前面是它自己的一个域名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分辨域名 当然到课程的结尾的时候呢 我还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关于防范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吧 那你看这是一条新闻播报啊 钓鱼网站的话 一直来的都是旅金不止的 那你看一般来说 克隆的还有这个QQ空间 它会跟你说 我们的这个聚会照片已经拍好了 让你去QQ空间去看 然后发给你的是这个 一个钓鱼的地址 这种上当受骗的概率是很高的 前段时间我还发现有 是结合这个QQ的一个在线文档 去进行一个钓鱼的 那你看它这个倒台的QQ号呢 购买价格是每组五毛钱 就是只有五毛钱啊 所以这个号的话 可能还不是特别值钱 但是他们传播下来的话 注册一条可以赚18块钱 然后一共获利了2万元左右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中招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这是一条新闻 然后第二种就是这个钓鱼软件 钓鱼软件的话 这段就是这段时间应该是非常少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不会随便的去点开一些软件了 那钓鱼软件呢 通常是打着这个 一键刷钻刷QB 领取游戏装备的目的 让你输入账号密码 进行一个登录 其真实的功能 是将你的账号密码 发送到指定的邮箱 那目前来说呢 可能他们的外衣不一样了 必须要散载软件呢 可以换成这种外挂 游戏外挂 免费的游戏外挂的话 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去下载 然后登录什么的 通常他们是没有实际功能的 这是一个钓鱼软件的一个界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它的功能主要就是 这里的QA号登录不是钓鱼的 它是这个不法分子 登录他们自己的账号 用来接收传过来的账号密码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模板 它如果选择这个刷QB的话 那它会生成一个刷QB的一个软件 然后那个软件上面呢 就是说你只要登录之后 就可以给你刷多少多少QB 通常店面也非常也非常的low 然后只是这个一语言写的可能是 那它就是更改不同的功能 反正什么对你有吸引力 它就给你什么 比如说一键刷七钻啊什么什么 这是现在的话比较少 现在的话更多的 我觉得可能是游戏外挂的外壳 比较多一些 那你看这个作者 他自己本人的一个描述啊 他说制作好的文件夹 右键点击复制 随便发给一个人 就是它生成了之后 直接发给别人 然后别人接收之后呢 打开 打开之后会有刷QB的面板 有账号密码输入进去 可以刷可以选择多少 那其实别人点击刷的时候呢 会提醒他24小时内到账 那当时他可能还发现不了 然后你就只要在等着这个人 把这个账号密码发过来就行了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东西 通常来说 一语言写的那种 道号木码的模板呢 你把它拖到这个 我们的一些分析工具 比如说J32里面去 然后你搜索这个 atqq.com就是他的邮箱 其中可以找到他的账号密码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个反钓鱼 那这是钓鱼软件 其实这个的话 近年来用的比较少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 也不去说了 主要就是 到你输入账号密码的时候呢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才行 还有就是钓鱼邮件 那钓鱼邮件通常来说 是配合一些东西去使用的 纯粹的钓鱼邮件 其实是没有的 他通常会通过一些邮箱伪造 就是可以 你们不要觉得这个 邮箱是正规的 一些官方网站的邮箱 你们就觉得非常安全 因为钓鱼邮件的发件人 他是可以伪造的 他完全可以伪造成 adminatqq.com 所以不要太过去信任这个邮件 说到这个钓鱼邮件 其实什么人中招最多了 根据我观察新闻的情况来看 是一些大学的教授 他们中招了很多 前段时间 新闻上面 还是去年的时候 新闻上面爆出了一个 境外的某个非法组织 利用这个钓鱼邮件 窃取了我国很多的 这个学术方面的资料 这些中招的人 基本上都是大学教授 他们会利用一些东西 然后发这个通知给他们 就是利用大学的这个邮件 构造伪造这个大学邮件 然后大学的官方的邮箱 然后发这些通知给他们 通常他们是没有任何防范就打开了 也是通过一个软件吧 一个木码之类的东西 捆绑上XLS这类型的一些表格文件 或者是通知文件 Word的文件捆绑在里面 然后骗他们去打开 他们通常没有任何防范意识 那他也可能就是说 你的这个账号已经被 因为安全问题被冻结了 所以要到这个QQ安全中心去解冻 那通常这种是配合这个钓鱼邮件 那下面的话 我们就进入一个实际的操作环节 就是说了这么多的话 不如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一下 让你们看一下 好像这个过程是非常简单 但是它看起来功能是很强大的 我今天利用到的一个工具呢 是我们的 Kelley中自带的一个set工具机 它是一个社会工程学工具机 我利用它来模拟钓鱼网站的 一个攻击过程 下面我就直接使用啊 这个其中呢 有一些选项 因为涉及到一些英文太多了 所以我在这里的话 给它翻译出来了 你们可以对照着去看 那我操作的时候 不会每一个都跟大家去讲解 因为它的功能太多了 那我们就进入其中 打开这个 我把它全屏一下 把它看你目前的这个 命令行界面 然后你输入set 按tub键 补齐就行了 然后回车一下 它就会去给你运行这个set工具机了 上面就是它的一些描述啊什么的 主要是在这一块 第一行呢是这个社会工程学工具 那我们今天主要用到的就是第一号 然后它下面还有一个快速追踪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第三方模块 然后下面是一些更新选项 可以就不用看了 我们选择一就可以 进去之后呢 关于这些的翻译啊 我在这里就不跟大家每一个去聊了 我们主要是选这个website attack victors 就是网页钓鱼攻击 其他的描述呢 在我们的课件当中有完整的翻译 你们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我这里选二 然后进去之后啊 它这个还有选项 我们选择的是第三项 这是一个收割的意思 它整体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密码收割机 它这个翻译也是非常的个性化 我们直接选三就好了 进去之后它会给你三个选项 那首先一个选项是它自带的一个选项 我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选项 它首先是要你要输入一个 输入一个用来收信的这个 ipd 那当然我这个当前的话 因为是在内网环境中测试嘛 如果你们只是测试的话 当然也只能测试啊 你不能真的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测试的话 你输入你本机的ip就可以了 内网ip就可以了 那输之后它会让你选择 是哪一项 那你看它提供的这个内置的 首先是一个java requer的 然后是google和推特 那其实它都是一些国外的站点 我在这里的话 就不用它这个去演示了 我重新来一下 我要选择的是我们 我去克隆一个我们论坛的一个 登录页面 那我再重新来一遍 我们要选的第二项 setclone 就是一个网站的克隆 那你也可以这个custom import 就是你自己去导入 通常呢我们会选择第二项 让它自己去克隆一个 收新地址的话 那你就默认就好了 好你选择之后 它会让你这个输入一个 set supporter 让你输入一个这个UIL 你要克隆的UIL 那我选择的是 我选择的是这个 我们论坛的一个登录页 就是这个东西 我把它数字一下 然后贴到我这个命令行里面去 按一下回车键就可以登录了 那登录的话 它这个选项的话 你们保持默认就好了 就是它会把这个东西 存放到哪个哪个页面下去 并且呢它会开启 要求开启一个apache服务 如果它开启了apache服务呢 它的这个点就是说 当别人访问你这个IP地址的时候 会直接跳到一个 我们这个类似的界面去 给大家看一下 我回车一下 它就会说这个 这个已经 这个密码收割机 已经在这个80端口运行了 然后information will be displayed to you as it arrives below 就是说 当这个用户 他输入了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信息 展示在下面的窗口 那当然我们现在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的输入 显然它就不会展示什么 现在我们来访问一下 我们的这个虚拟机 搭建出来的一个钓鱼页面 访问他的这个 我输错了 那你看这就是我虚拟机的IP 我访问之后呢 他会进入到跟我们的小风教生网 登录页面一模一样的 这个界面 所以他模拟出来一个这样的钓鱼网站 其实并不需要花费多长的时间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我这个页面很难 不可能会有人模拟的出来 这是不存在的 只要你是前端写的 只要你是html写的 这些的话 我只要右键查看元素 查看元代码 我还一键保存下来 就可以完全制作成一个一模一样的了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钓鱼页面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输一下东西吧 比如我这个输 随便输啊 我点击一下登录 你看他又会给我返回到这个 元代登录页面了 这时候其实 你看他返回到的是 我们真正的小风教生网的页面 所以他如果再输一次 他就可以成功地登进去了 那这时候其实他怎么想 我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我们 当前已经收到了 他发过来的一个账号密码 你看在这个下面的框里面 他输入的这个name呢 是这个东西 他输入的密码呢 是这个东西 那么 此时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一次钓鱼攻击的模拟 这就是我们的钓鱼攻击 那你可以看到整个过程 其实也不是特别繁琐 但是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他这个防范意识比较薄弱的话 中招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最后聊聊这个关于钓鱼攻击的一个防范 就是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 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连接 特别是在一些微信群里面 谨慎地点开这些连接 点开了之后呢 一旦需要你输入账号密码的时候 你一定要尤其的谨慎 小心确认他是不是官方网站 就是你要特别注意他的UIL栏 即使是这种类型的QQ.com的话 你也要注意一下他这个参数是不是有问题 通常来说呢 你这个不需要太关注 因为你一般点开之后 他过个一两秒 他就会自动跳转到 这个钓鱼页面所在的域名 所以你只要关注前面的域名情况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点就是尽量不要贪图小便宜啊 这些抽奖免费送这些关键字 一定要特别的警惕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些课 要给大家讲的一个关于钓鱼攻击的内容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